哈喽大家好,我是一小点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款外酥内软 香味四溢的中式面点 牛肉馅饼 这款馅饼的饼皮我们用的是发面 室温比较低的话水可以用不超过40度的温水 这样发酵速度会快一点 室温高的话用冷水就可以了 加入酵母化开 面粉用中筋面粉或者高筋面粉都可以 加入盐 增加筋性 稍微搅拌一下 然后加入刚才的酵母水 边加边用筷子搅拌 这个面团水量是比较大的 很软很黏 如果你的面团看起来特别稀 说明你的面粉吸水性不太好 稍微再加一点点面粉就可以了 用手稍微给它揉一下 稍微揉均匀即可 不需要把它揉光 如果你不愿意拿手揉用筷子搅也可以 然后把面团盖好 室温下发酵1-2个小时 室温低需要的时间就长一点 室温高就短一些 面团发酵的时候我们可以来准备馅 将葱白从中间划几刀切成细条 然后切成葱末 用小葱或者洋葱代替都可以 先放到一旁备用 肉馅用牛肉馅或者猪肉馅都可以 加入料酒 生抽 姜末或者姜泥 一点糖提味 少许白胡椒粉去腥 根据自己的口味再加一点点盐 加入一点水 用筷子朝一个方向搅匀 先把肉馅弄散 然后再搅 一直搅到肉馅再次成团 能跟着筷子转动这样就可以了 加入香油 还有普通的食用油 再次搅匀之后加入刚才切好的葱花 拌匀即可 如果肉馅提前做得早 可以先补放葱花 放到冰箱冷藏备用 等到面发好再放入葱花拌匀 这样葱花不会有臭味 等到面团像这样发到原来的三百大时 就可以了 因为这个面团比较稀 它发起来里面气孔会比较大 所以不会像我们平时发面那样发到两倍大 会偏大一些 面团闻上去应该没有特别浓烈的酸味 案板上多撒一些面粉防粘 面团上也撒一些 手上也蘸一点干粉防止粘手 然后把面团扣在案板上 不要去碰面团粘的地方 直接给它翻过来 大致整成一个条形 这样面团表面都是面粉 就不会粘手了 感觉在粘手的时候就在手上撒点面粉 然后把面团平均分成九份 每份大概五十克 拿出一个剂子 正反面都蘸上面粉 手上也蘸点面粉 不然容易粘手 把面团放在手上 稍微给它撑大一些 边上薄中间厚一点 加入五十克左右的肉馅 用勺子被把馅填平 看一下底下 下面是鼓鼓的 表面是平的 这样比较好包 不然的话你是一直在兜馅 而不是在包馅 手上再蘸点粉 以免粘手 然后把馅包进去 包的时候用另一只手的拇指 把馅往里塞一塞 换个角度看一下 比包包子容易多了 只要能把馅包进去 把孔收紧就可以了 案板上撒点面粉 防止馅饼粘到案板上 把包好的馅饼接口朝下放 馅饼都包好后就可以直接煎了 不需要让它二次醒发 平底锅小火加热 锅热之后倒油 油稍微多倒一点 油稍微热一点之后 将馅饼接缝朝下放进锅中 同时将它轻轻按扁 大概10到12厘米左右大 如果有点粘手 别忘了在手上蘸一点面粉 烙第一面的同时 我们在另一面上刷上一些油 一方面是不让面团变干 另一方面是翻面之后 保证有足够的油去煎另一面 用中小火煎 大概三分钟 等第一面颜色金黄的时候 给它分面 再煎一分半到两分钟左右 等看到饼微微鼓起 底下那面也成金黄色的时候 就说明熟了 最后再把两面分别烙30秒 这一步主要是为了 让饼皮表面酥脆起来 然后就可以出锅了 我们这个馅饼用的是发面做的 所以饼皮会非常非常柔软 刚出锅的时候表面还略带一点酥脆 里面的肉馅咸香适中 牛肉在葱味的衬托下香而不腻 搭配饼皮刚出锅表面的焦香味 和发面面团的香味 就这么什么也不占 单独吃也是非常美味了 这馅饼不仅可以当午饭晚饭吃 也可以事先做好 第二天早上再回锅稍微煎一下 还是和刚出锅一样的好吃 如果再拿来点粥 一顿丰富又美味的早餐就搞定了 谢谢大家的收看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 请不要忘记帮他投币 点赞转发收藏 同时不要忘记关注我的频道哦 我是一小点 我们下期再见